歡迎大家回到最美廚房 今天我做的是木薯糕切條 讓椰子用來混合的甜品 這個甜品吃起來很吸引 以下的調味料 在後面片尾 我會放份量給你們 大家知道 我去街市買兩包木薯刨碎 每包四百五g 兩包九百g 剪開它 倒入盆裏 加三杯水 攪拌均勻 將木薯和水 用隔篩隔開 用匙巾壓乾少少 壓乾後 水放在這裏 等半小時 渣就拿開 另一個地方拿東西裝置 半小時後 一杯生粉 每一個杯就是半杯 再把水倒進去 之前倒三杯水 現在倒出來 兩杯半至三杯 就可以了 把水倒進去 把水倒進去 木薯 剛才隔乾了 一起拌勻 加入半杯糖 一杯生粉 每一個杯就是半杯 所以我倒兩次 就是一杯 加一罐椰醬 400ml 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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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底拌勻 拌勻 拌勻 完全拌勻 看到粉和糖都溶化 我準備四個碗 加顏色 你們喜歡多少個顏色 你們分開幾多碗 我今天做四個顏色 平均分開四個碗 四種顏色 綠色 我就給斑蘭香味的薯色 給兩滴 不需要給那麼多 你看見淺色 蒸出來都很深色 這碗做紅色 給兩滴紅色 拌勻 給兩滴黃色 拌勻 拌勻 做橙色 就給兩滴黃色 一滴紅色 拌勻 拌勻 四種顏色 已經拌勻 現在我們等水滾 走去蒸 水滾之後 放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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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蓋 蒸 10分鐘 10分鐘之後 打開蓋 看見底糕透明 即是熟 如果你怕它不熟 拿筷子 刀一下 如果它黏筷子 即是未熟 每個底 每個顏色 蒸之前 都要塗油 和攪拌 攪拌 才好倒下去 如果大家 蒸的時候 覺得底糕厚一點 就蒸多兩分鐘 每蒸一個顏色 我們要拿出來 擠凍了 才好拿出來 熱 它會難 四個顏色 我們差不多就蒸好了 放在一邊 攪拌 放一包雪藏的椰 溶出來 倒一半 即是200g 拿去 蒸十分鐘 才拿出來 用 十分鐘 已經得了 我們拿出來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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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放少許油 在鏟裡 在周圍 攪拌 然後拿出來 就比較容易 一點 每一樣顏色 我們就這樣做 四種顏色 我們已經拿出來了 現在 就開始 切了 將牧師糕 切條 一面切 我們一面 就放在椰溶裡 攪拌 讓它不要黏在一起 蒸的時候 就不要蒸太厚 到切的時候 切一條條 又不要太粗 吃才好吃 不過 每人不同的口感 你喜歡大小 多大 就自己切 就切得均勻一點 四種顏色 都切好了 還有 拌好那些椰蓉 現在呢 我們把四種顏色 混均勻 比起四種顏色 和一起 看它七彩 很漂亮的 吃下去 軟軟軟軟 好好吃 好好好感 希望大家試做一下 然後 還未完 還有 我們要用四湯匙的白芝麻 放入鍋裡 慢慢火 炒香 炒香 炒完之後 攤凍 加兩湯匙的砂糖 在芝麻裡 和半茶匙的鹽 拌勻 完成了一個 牧師糕條 夜用甜品 夾上碟 加回我們之前做的 芝麻 糖 和鹽 拌勻到表面 然後吃 就很好吃了 希望大家做得好吃 多謝大家分享 下次見 拜拜